黑椒菠萝牛肉粒酸甜可口,一口牛肉,一口菠萝简直不要太满足。 牛肉滑嫩椒香,吸满了黑椒菠萝的香味,菠萝酸甜开胃咬下去一口爆汁。 盛完米饭盖上这么一勺,真的好吃到舔盘子。 这一口下去三种满足,真的好吃又解腻,一盘都不够炫。 把买回来的牛肉先给它改刀切粒,先给它切厚片。 再切粗条,最后再给它切丁,切成这种大小适中的丁就可以了。 先来腌制一下牛肉粒,加入黑椒汁,把边角料的菠萝导成汁水也加进去,给它抓匀了,抓至酱汁都给牛肉吸收了为止。 这时候再给它来一勺生粉,给它继续抓匀了。 最后再来点油,给它拌拌匀腌制半个小时。 热锅热油加入牛肉粒,给它摊摊平让牛肉受热均匀。 给它快速炒至快断生的时候即可,加入菠萝丁一起炒。 大火翻炒至菠萝出香味就马上出锅,切记把牛肉炒老了。 牛肉和菠萝实在是太搭了,牛肉滑嫩,菠萝解腻,酸甜可口。 学会了吗?学会了赶紧去试试做起来吧。